持續進入深秋 原本應該是農民最期待的季節 然而慈濟照顧戶 張妖游卻滿臉愁容 因為先生出遠門到煤礦場打工 他又請不到柴果工人 很擔心滿山的黃之子 就要被蟲吃光了 能摘就只能摘一點 不能摘不了了就只能浪費掉了 就在張妖游不知道如何示好之際 長期關懷他們一家的慈濟職工 知道了他的困擾 二話不說 馬上動員人力 兩個工作天 總共有36人上山幫忙 還有一片 在他們群裡面 我看他們今天有活動 我就一起過來 其實我也蠻喜歡做這些活動 今天乾的很累啊 很辛苦啊 不會哦 不會 不能 不能 既然來做嘛 就應該 拍了很多 付出一點 對吧 搞幾條兩個橋 好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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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 很開心 又激動 果然 人多力量大 兩天下來 志工幫忙踩了 850公斤的黃芝籽 等待收購商來收貨 就能多少貼補家裡 拮据的經濟狀況 《大愛新聞》這下美志工 江前鋒 藝文 福建報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